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在动乱的文革时代 党是领导一切的 曾经是红极一时的政治口号 文革结束后 这个口号被渐渐的淡忘 党媒人民网 党史百科认为 党的一元化领导 是中共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领导体制 但它并不符合和平建设时期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实际上减低了 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削弱了党的领导 然而在1月7号新华社播发的 有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新闻稿中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表述赫然入目 在民间舆论场引起很大的争议 这一辈很多人认为 极左的政治口号为何届时还魂 他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中是否可行 推行党领导一切将给中国社会带来哪些后果 使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 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skype在纽约参加讨论的 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 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我们欢迎两位 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热信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你怎么看待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口号卷土重来呢 这个概念啊 这个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说法 其实我们可以追溯到就是20年代的这个江西的这个红军时期 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著名的争论 就是毛泽东跟朱德之间的这个朱毛之争 当时呢是毛是以党的这个身份 独揽大权 那么但是呢在这个红四军中间 大部分领导战母都不支持毛 然后毛呢就是指责朱德是以党争权 然后朱德呢指责毛是党管理一切 是要以党代政 这是最早的争论 就是在这个时候 后来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 这个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说法怎么出来的 这个说法的背景啊 其实是1973年12月 毛泽东在这个政治局会议上 决定这个八大军区的司令员对调 这件事啊 他首次提到这个说法 就是所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这个说法 那么他后来又还有一个话呢 就是说他安排这个邓小平的工作的时候 讲他说这个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 然后呢把邓小平呢 他当时是这么说 政治局是管全部的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 然后他说你 邓小平你不要这个名义 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这样邓小平当了总参谋长 然后主持了这个八大军区的碎调 那么这件事看来是跟当时的这种军事格局的改变有关 毛泽东当时就很怕这些个军队的头头 军头们在一个地方久了坐大 所以呢这个邓小平也谈到这个观点 就是说就是要防止 就是毛的这个意思啊 就是要防止任何军队领导干部 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 形成像中国历史上的关政格局 或者地方大员拥兵自重的情况 他就是要防止这个情况 然后到74年的7月1日 当时人民日报就发了一个社论 这个社论的题目就叫党是领导一切的 然后在一个社论里头他提出来 党政居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那么这个都是当时这个的背景是什么呢 是批林批孔运动 所以现在在这个这个档口 我们突然又听到了这种声音 那么当然第一就会想起他的两个背景 一个背景就是军事权力的转移和军事格局的变动的问题 那这个一到这个关键党口上就会想起这个话 中共的传统所谓支队建在连上 所谓党是领导一切的 所谓党指挥枪等等等等 其实他的一个基本的历史经验 就是党要领导一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可能提出这个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说这个现在可能出现了某种不听招呼的情况 实际上这个他这个会 这次政治局的会 他是要加强党的纪律等等等等 这些实际上说明现在可能党内出现了不听招呼的情况 而且这个情况应该是比较的严重 是何平先生你怎么看待现在这个党是领导一切的 而且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这包罗万象党是领导一切的 你认为从历史逻辑和现实的角度 这个口号为什么难以执行 非常简单 就是在过去几十年来 中共之所以还能够存在 就是一个是可以贪污腐化 贪污腐化成为这个执政的 在基本上的这个力量基础和吸引力 那么现在你不让他贪污腐化了 那么人心就换散了 党心就放散了 我倒未必认为中共高中内部 有非常严重的这个派系的执政 但是我倒认为 就是主要是判断 预计的是中共整个体制 已经出现了神经的错乱 这个神经的错乱是说 你过去要我搞改革开放 过去要我搞这个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你过去说要是发展是硬道理 对吧 那就是挣钱 那就是腐败 那么你现在我不要我做了 那我怎么办 你难道要我这个国家 如果不倒像一个跟西方一样的 跟这个一个健康的文明社会一样的 一化治国 一个法治和公平的秩序的建立 如果是不进行的话 那他就必然会倒向另外一个极端 那就是说 就从毛泽东的思想 从邓教平的思想 从传统的所谓革命时代后的思想 去请求一个对执政的一个引导 只要他拒绝政治上基本上的文明 那么他很自然就会请到 历史上的这种所谓的经验和教训 其实恰恰相反 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恰恰是给中国共产党大的巨大的灾难 恰恰是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灾难 但是忘了这一点 恰恰是利用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 成为今天中共现在继续去请求回归 这个毛泽东的这种 早就已经顾时了 批判了 否定了 抛弃了 而且已经证明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政治资源 这是一种神经错乱 这种神经错乱没办法到整个 中国现在这个体制中间 所以他这种 这就是一个固然言人 他今天会喊这个口号 不行了 明天又会换一个口号 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可以支撑执政的合法性 可以支撑执政的动力 就是能够带动执政能够运捡的动力 你现在没有了 对吧 你过去是贪污虎化 你现在不贪污虎化 那整个党性就乱掉了 就是混散了 现在大家只是说你抓得狠 你狠 对吧 你可以随时把人给抓起来 你随时让人失真 你要随时要人家破人亡 那我要怎么办 那我就只能是不干活 不理你 对不对 所以整个的这个党性 所谓的这个官僚阶层 已经失去了这个基本上的 运作的这种机能 运作的这种机能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高层他们就找到毛泽东一些说法 因为毛泽东一些说法 曾经在那种愚昧的时代 曾经在那种革命的时代 那种恐惧的时代 曾经误导过民众 曾经误导过这个官员 曾经误导过这个无数的这个党员 他们试图了用这种东西 所以从古天会议 曾经会议 从这个最近几年的这个中国舆论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极组的说法 即使是反映了他们一种恐慌 一种焦虑 一种找不到任何的新的正确 这个动用力的这么一种理论 一种思想 所以只好呢 从届时还魂 届毛泽东那个早就已经证明了 这个很荒谬的 中共自己都确定否定了一些东西 来重新鼓励 明星 来重新煽动 鼓励他的所谓党性 其实是没有用的 信不信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现在根据我所了解的这个情况 现在中共党内 未必一定出现了激烈的这种派系斗争 因为中共党内这些元老们 都没有什么本事的 什么政治局常委 什么政治局委员 什么中央委员 都有没有几个真正有权威的 也没有几个有真正有思想的 更没有几个是难碍 更没有几个有真正的 这个气魄 跟这个他们认为不好的 这个领导去做斗争 他们没有这个胆量 没有这个分裂的派系的这个胆量 但是他们绝对能够知道一点 怎么保护自己 怎么知道一点 我对付你 这个错误的政策 那大家就是 这个 这个 等待着你犯错误 等待着你更荒谬 等待着你怎么怎么样 所以基本上都是 全国的这个 这个党政军系统 除了几个拍马屁的 除了几个脑子不清楚的 除了几个想给予表公的人以外 整个体制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他 基本上的认知动力 在这个时候才提出这么一个口号 要大家重新使用权力起来 如果这个权力一旦使用起来 那是积极恐惧和可怕的 因为什么叫党 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不受任何控制 完全不受任何制约 对吧 也没有任何司法处可以去监督他 媒体可以去监督他这么一个力量 他要聪明起来 可能会干点好事情 但是历史证明 他干的事情 基本上是错的 而且是责纳性的 好 今天打电话来的听众观众非常踊跃 看来大家对这个话题有很多的话要说 全请广东的卢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卢先生你好 广东的卢先生 您在我们的线上吗 广西的 好的 广西 卢先生请讲 我说啊 现在就是 中共在强调党领导一切 这是中国人的最大的悲哀 最大的悲哀 因为他的统治地位 已经不牢固了 又垮台了 所以这样强调党领导一切 这是中国人的最大的悲哀 我说我呢 好的 谢谢广西的卢先生 卢先生认为 这是反映中共的执政地位不够稳定 有可能是中国人的最大的悲哀 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 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张先生 您好 你好 北京市委副书记李锡文被查阻 有一些罪状就是说 妄议国家大事 所以说现在许多人对这个有意义 因为这个用词不准确 因为他是一个 18大中央候补委员 一个中央候补委员都不可以谈论国家大事吗 所以说中纪委召开记者招待会就说了 我们并不是怕批评 不是怕党员批评 我们欢迎批评 近日 今天也宣布了 对李锡文因为受贿罪 被立案查阻 我认为啊 任何政党都是党的章程 这是对的 全党服从中央 是吧 这是个章程 但是你这个用一个妄议党 国家大事 这个用词就太不准确了 是吧 你又给他说说搞什么非法组织啊 是吧 这些活动像毛泽东当说 反党集团啊 都你都没有说出来 他到底怎么妄议了 没有说出来 所以是造成一些混乱 这反应从什么 反应从这个理论宣传工作啊 确实现在确实是 还有还没有毛泽东的时候 他老人家还能拿出一些一个 一些理论东西 现在也是宣传部门用词啊 有时候太不可觉 不可觉就造成一些混乱 还有什么正能量啊 负能量的 谢谢你们 好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打电话来 接下来是安徽的彭先生 彭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您好 我想党领导一切 这从来就不是一个新的口号 一直在强调 党领导军队 党管干部 党领导行政体制 他一直都是在强调 这说明了中共 从来就不打算搞政治体制改革 他根本就不打算搞政治改革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啊 我透露一下就是在年底的时候啊 我所在的这个省的省政府 召开了省政府的工作务序会 在这个务序会上啊 我们这个省的省长 当时对参加会议的各地级市的市长 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们国家目前的行政体制 是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 所以在座的各位市长回去 一定要在市委书记的领导下 搞好工作 并且一定要服从党委的领导 也就是说各地啊 据我所知 市长跟市委书记之间 他们在某些方面 矛盾是挺多的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我想请教一下 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在东欧 或者是苏联 在实行民主化以后啊 就是说 针对原来的共产体制 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甚至有些东欧国家 颁布了除购法 除购法 就是禁止原来的共产党人 从事公职 这种负清算 民主的清算 是非常非常严厉的 我想问一下张先生 难道共产党 现在的中共 这么迫害人权 这么整治律师 这样的压制民生 他们就不怕自己 将来有一天被清算吗 按照老百姓的说法 就是说 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留了吗 这是我的疑问 谢谢张先生 谢谢安徽的彭先生 打电话来 接下来我就请在北京的 张立凡先生来回答一下 彭先生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 还有河北的张先生 提出的问题 请您一并解答 我觉得大概就是 现在做到这个份上 就很难有退落 就是因为这个权力就是这样 权力越集中 这个专制越加强的话 就越没有这个给自己留后路的这种局地 为什么呢 这个因为各种矛盾都集中到你的身上了 你比如说你是集中权力 你是小祖国 那么所有的事情都要找你 然后可能出现的所有的错误 你也都得担着 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 可能这个从执政的角度 我们的理解就是现在绝不能放手 绝不能放松 绝不能改革 绝不能让权 因为什么呢 一让权一分权就会失控 失控就意味着就是自己的地位不保 甚至于执政的地位不保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就是按这套逻辑的话 就会是加强和集中权力 这个是一个为了自己的安全 自身安全做的这么一种考虑 它已经不是一种正常的思维了 而是进入了一种高度紧张的 甚至是高度的不自信的状况下 才会有这样的思维 就像是落水以后 我要抓住任何一可能抓到的道场 而且是越抓越紧 也不会放手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 那么对于个人 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另一方面 就是官员个人 现在不愿意负责任 现在大家既然不能不许我不败 那么我也不办事 我不办事我也不得罪人 那么这个中间也有一些人 他是在考虑后路 我把我的家人 把我的钱财转移出去 然后哪一天我也一拍屁股走了 实际上这种想法的 可能在体制内也会占相当大的比例 所以这就造成了一种情况 就是说现在这个机器 由于各种原因 它现在运转的越来越慢 由于恐惧 由于不想负责任 由于没有润滑剂 等等等等这些原因 这个现在也就形成了 为什么在今天一定要强调 这个党政军民学 这个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 因为什么呢 只有抓住这个 还有可能给自己一点可能的 或者想象中的安全感 就是大家必须抱团 必须团结 否则我们这条船会沉 我觉得可能根本问题是在这儿 那么当然这个 现在是不是到这个程度 我们还要观察 但是呢 我觉得今年会非常的难过 谢谢 好 谢谢张立凡先生 接下来请山东的宋先生 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宋先生 您好 喂 您好 我注意到这个口号提出的 喂 您好 我注意到这个口号提出的时间 是在这个台湾大学 大约十几天左右吧 他是大陆说是党经党一切 而台湾呢 那个时候基本上已经决定了 这个民进呢 已经基本趋劲了很大的优势 那个台湾是 社会上的那个台湾人民 他们的决定是领导台湾的一切 这个跟这个大陆的 做法正好是相反的 我想大陆提出这个口号 也正是 决定这个大陆要走这个 党领导一切的路线 绝不改变 绝不走民主路线 所以我也想 是不是感觉 大陆这个民主化 或者是政治改革 绝对不可能从这个高层做起 他们没有这个意愿 也没有这个动力 好 谢谢 好 谢谢山东的邹先生 何彬先生 刚才邹先生的观察非常有意思 他认为 中共提出党领导一切 重新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呢 正是台湾大选的之前 你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当然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台湾的这个选举 甚至中国的媒体报道的非常少 但是都很清楚 台湾的这个民主选举不是刚刚发生的 在过去几十年中间进行的时候 整体来讲是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健康 很多如果愿意希望 中国能够走向一个比较公平的持续 愿意让中国营入一个人类的主流文明 愿意让中国能够长期的稳定和公平的持续下去 那么任何的政党 其实政党并不重要 就是关键是任何的政府 它是需要授权的 如果没有经过授权 它就没有合法性的执政基础 如果没有合法性的基础 它所有的事情做起来就会很错乱 如果原来有一个 你的爸爸是皇帝 那么你就是皇帝孩子 有一种血运的基础 但是这样一种方式 在过去几十年的 人类的文明进化中间 大部分已经成为了一个玩具 一个工具 何歹说是一个 讲到文明一点 是一个象征 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通过一种革命的方式 一种暴力的方式 来强行的让大家说 你们选择了我 你们要接受我的领导 这种政党 这种情况 在国际的社会里面 也越来越少 甚至是没有新的这种力量实现 中国是一个全世界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强大的 还能以这种政党为主体 以革命意识为主体 以这个强行 这种行使自己权力 没有经过授权 来进行了一个大国 所以中国现在 在某种程度上 又去一种什么状况呢 因为它不能回到原来的文革 它又不能回到 这个北韩那种状况 但是它又不敢 或者说至今还没有做好准备 去营与主流的文明 但是过去的改革开放 所积累的这种 所谓的经济的成果 本来它是学习了西方的 学习了香港和台湾的 完整经历 营与了人类的 这个世界上的 这个经济的这种秩序 尤其是WT1的平衡 尤其是中国基础建设的 这个发展 那么这种崛起 成为了它维护自己 独裁统治的一个 一个力量和基础 但整理来讲 它又没有真正的胆量 去完整回到独裁的 一种时代 所以我觉得中共性的 这种阶段 叫神经错乱阶段 或者叫病毒阶段 震度阶段 它所有讲的这个东西 你不要把它那么当真 什么这个中国接受 党的领导一切 接受党的领导一切 商人最多会跑光 知识分子也就不会回来 留学生也不会回去 留学生已经回去了 也会走 现在的官员 现在各个地方 要求辞职的官员 是非常之多的 你简直不可以想象 几年之前 大家都去跑公务员 你跑公务员 大家就觉得有一个铁换碗 也有一个很好的待遇 有贪污腐化的机会 你现在又不给人家 贪污腐化的机会 然后呢 你还要搞这个 跟上党这一套 那么我觉得 中国跟上党这些公务员 所谓的这些 所谓的干部 他们早就已经是 非常的油滑 非常的知道 应对你这些虚假的考号 所以我觉得这种考号 也就喊一喊 没什么用 如果真的 中国要实行的 党的领导一切 那就是一个百安 这种情况在中国 这样一种明治 已经越来越开放的社会 而且你没办法斩断 你跟西方和境外 和国际社会的 这种关系的情况之下 你实行这一套 已经完全被抛弃了 完全证明是错误的 完全操作了灾难的 这么一种政治考号 是非常可笑的 只会给大家 带来更多的笑话 而没有真正的实际效果 好 我们再接听 两位听众或者观众 打来的电话 山西的卢先生 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 主持人你好 请讲 就是那个什么口号 我们不关心 关键是 今年我们的日子太难过了 我是个农民 今年只要是地理的东西 是太便宜了 我们现在的日子太难过了 行吗 不管他什么口号 能让我们吗 日子过好就行 我们的日子太难过了 谢谢 好的 谢谢你 接来是安徽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我非常那个 譬如说 当年方先生的那个境界 每次讨论都是非常的深入 不可爱说 有什么浮现的来论境下呢 另外我有一个问题 我当年那一切 这个在中国 不是什么现在的事情 是一直以来的事情 这个事情倒不是真有 现在的问题是 我想我一样那个和平先生 他在那个结果中的登项 一直强调 习近平这个全力计划 是便宜格格 但是从我们的 这个东西来看 好像一点这个格格的迹象都没有 而且对舆论的控制 对人的控制 是越来越近 我不知道他 从什么地方 分析出了 什么信念有改革的这个迹象呢 我想问一下 我是和平先生 好的 刚才和平先生刚刚回答了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把机会给张立凡先生 张立凡先生 我们知道中共近些年来呢 过去二三十年 一直说要实行党政分开 还要实行政经分开 党起分开等等 那你认为 党领导一切口号重新的提出 是不是证明 第一 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 有所退步 第二 政治改革的前景 更加遥遥无期 政治改革 我是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有些人还在抱希望 说这个 现在集中权力 就是为了要进行改革 现在我们看不到 任何这样的迹象 那么至于说 这个党政分开 党体分开 政体分开 什么这些口号 那都是八十年代 真正的所谓改革开放 是初期的这个口号 到现在这个实际上 三十多年过去 改革开放已经变成 一个很丑陋的名词了 所以那个一切 当初一切捞好处 一切这个 营丝的事情 舞弊的事情 贪腐的事情 都是以改革开放的 民意进行的 所以改革开放这块 潮牌已经被 他们自己做到了 那么至于政治上的 改革开放 我觉得现在完全是不可能的 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 我刚才已经讲到了 就是现在任何的 政治体制改革 都可能导致 这个中共失去政权 或者最高领导人 失去它的政治地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已经 就是改革的最佳时期 当然就是八十年代 但是自从这个六四事件以后 实际上这个政治改革 就已经停摆了 而且改革的最好的时机 已经错过了 现在可能没有机会了 张立凡先生 您是历史学家 我请您最后再回答 我这么一个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一个政党 领导一个社会的一切 它的危险 或者说它的危害在哪里 所以我就说 这种包办一切的 这种体制 然后不允许这个民间 有所选择的这种体制 它是没有可持续性的 所以这样的 这个时代 我觉得很快就会结束 但是呢 我们还要有耐心 就是我们希望 有一个和平的方式来结束 而不是把中国 推入一场新的动乱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谢谢 好的 关于政治口号 党是领导一切的 为什么卷土重来的讨论 就进到这里 我们先把它过去 复过去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